大家好,我是二姐,今天用南瓜来做一道美食 洗净的南瓜切去外皮 去皮的南瓜切成薄片 装入盘中 将南瓜放入蒸锅 开大火将南瓜蒸熟 将淘洗干净的红豆倒入高压锅内胆中 加入清水 高压锅焖30分钟 普通锅豆子要提前泡上 将蒸熟的南瓜倒入火面盆中 用擀面杖压成南瓜泥 南瓜泥中分次加入糯米粉 边倒边搅拌 搅成面具之后下手揉成面团 揉成软硬适中的面团 用上保鲜膜 醒面一个小时 高压锅里的红豆已经熟了 加上白糖 喜欢吃甜的可以多加一些 用擀面杖给它捣成红豆沙 捣成细腻的红豆沙 量量量的红豆馅 给它团圆更方便下一步操作 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红豆馅就准备好了 我们在有空的时候可以多做一些红豆馅 放在冰箱里冷冻半年都不会坏 用的时候特别方便 切好的面团给它淋上适量清水 面团给它搓成长条 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 取一个切好的面剂 给它边转边捏 捏成小饼状 放入我们做好的红豆馅 口收拢法将口收盐 将口给它捏盐 再给它揉一下 做好的饼皮放在案板上 案板上刷油 给它按压成饼状 做好的饼皮中间给它刷适量清水 抹上清水 沾上芝麻就不容易掉 撒上适量芝麻 电饼趁提前预热刷食用油 放入饼皮 有芝麻的一面长下 定型之后给饼皮翻个面 再次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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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了出锅 装入盘中 再次翻面 再次翻面 南瓜糯米饼做好了 我们掰开看一下 特别的软糯 掰开之后是满满的红豆馅 香甜软糯特别的好吃 我们在有时间的情况下 可以多做一些 放到冰箱冷冻保存 半个月不用为早餐发愁 做法简单 喜欢赶紧收藏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关注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